- 怒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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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呢 记得订阅GUNY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 - 脸书 一起 讨论穿搭美妆生活 那现在是9月中 福山的气温啊 白天大概25-26度吧 晚上大概20 嗯... 可能会有19-18度这样 就早晚问题才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一定要再外套 後面就是我的行李箱 然后我每次出国带衣服 我都會裝成這樣子 一包 除了覺得比較整齊之外 也比較好收納 我這次來五天啊 第一天跟最後一天 都只是坐飛機而已 第一天其實很晚到 第一天跟最後一天 我都是穿T恤 配牛仔褲 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一件很舒服的T恤啊 真的很適合穿上飛機 就是可以很輕鬆 然後你下飛機去玩 也不會覺得很麻煩 就也很好打 那一看 再來是一件短袖洋裝 這個是之前在淘寶專利品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買了一個人臉圖案的短袖洋裝 這件是白色的 然後 我有跟肉依一起穿姐妹裝 她的是黑色 這一件她是棉麻料子 我覺得晚上穿這樣可能會太涼 所以我有準備 牛仔外套 我覺得 我覺得出國怕冷的話 怕涼 因為現在有點不冷不熱的 就帶一件 牛仔外套還蠻適用的 又很好搭 又很好搭 這個也是之前的淘寶專利品 有分享過 非常滿意的 寬鬆版型的牛仔外套 再來是一件 我的新衣服 帶了新衣服來穿 是一件爆的寶長袖 我覺得薄長袖還蠻適合現在的天氣 是真的很薄的那一種 入秋穿的 我很喜歡這一件是她的借黃色很亮之外呢 她的邊邊包邊是黑色 袖子也是黑色 我覺得這設計超可愛 然後也是非常寬鬆的版型 超舒服 我覺得旅行這樣穿是 最好出去活動的 黃色長袖我搭配的是高腰牛仔長褲 那這件她是寬褲 寬褲也是 比較軟的牛仔布料 然後比較寬的版型 其實旅行也是很好活動的 然後你要選那種重量不要太重 不然就是覺得 走起路來容易累 我覺得啦 就是身上不要太多累贅的感覺 而且我最喜歡 褲館有做抽虛的設計 看起來比較有造型感 出國逛街你一定會買衣服嘛 然後我自己就會 帶主要是蘋果內衣 萬一我在這邊買了喜歡的衣服 是那種微露肩 或者是露出肩帶的 穿蘋果內衣就比較好看啦 又很方便 睡衣應該就不必介紹了吧 可以介紹肉依的睡衣 很精彩 再來是鞋子的部分 因為我在旅行的時候很少 幾乎不 就是另外再帶一雙 我都是腳上穿一雙就來了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佔空間 我自己都是穿 休閒鞋 一定有某幾天是那種瘋狂走路的行程 所以基本上我都是穿布鞋 但我不想每次出國啊 都只有布鞋的穿搭 就想有多一點不一樣的搭配 所以呢我這次又帶另外一雙鞋 而且是完全不佔行李空間的 欸 是VINA的摺疊鞋 很小吧 它是摺起來了 所以才這麼的小 它做得非常非常的柔軟 所以讓你很好收納 而且它有彈性 所以這個鞋子是不會壞掉的 那它剛打開的時候 一定會這樣有點翹起來 可是你穿的時候它並不會有那種 好像這樣一直在幫你凹腳的感覺 沒有它穿起來真的就是 這樣子 平底的樣子 因為我鞋櫃裡面還沒有這樣子的鞋款 所以呢我選了一雙紅色的 那這一個紅超可愛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果凍紅 不是那種很烈 然後很艷的正紅色 如果你跟我一樣啊 因為擔心皮膚不夠白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紅色 我之前本來是想要選那種 膚...裸膚色 但我擔心膚色沒有那麼適合 所以就還是看上了這一雙紅色的 像我這樣子搭配花襯衫 然後配上牛仔褲 一樣就是可以穿它 而且我的襯衫 因為上面有一些小紅花 所以呢有跟這雙鞋呼應到 我特別喜歡它鞋子上的這個方塊的設計 跟一般的平底娃娃鞋不太一樣 看起來比較復古時髦一點 當然不只旅行穿啊 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上班族OL來穿 像你可以當成通勤鞋 有的時候啊 你可能都是穿高跟鞋來上班 但是呢 你一定會想要換下 換成平底鞋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折起來 放在包包裡面超不佔空間 這雙我覺得它可以穿得很可愛 也可以穿得很正式 那它在百貨公司就可以找得到了 大家可以實際去試穿 因為它的版型偏小 我自己的話是拿了大兩個size 我覺得大三個也沒問題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旅行穿搭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要幫我按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繼續拍影片 也別忘了要追蹤我的IG 還有臉書在這邊 這邊有比較多日常生活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